哈囉大家好我是達爾 今天這部影片要來介紹賽馬娘的位置意識 那或許你有聽別人提起過 位置意識是什麼東西 或許沒有 那先用最簡化的詞讓你了解 位置意識就是 馬娘在根據不同跑法的時候 在賽道不同位置 會以什麼樣的形式來去進行這段賽程 有可能是提速 有可能是放緩等等 那對現在想要準備冠軍集會 金牛杯的凡窗服玩家 了解位置意識區間 可能可以幫助你更好的準備 選擇你要出戰的賽馬娘 那不管如何這部影片會 比較簡單的帶大家了解一下 位置意識到底是什麼東西 當然如果你是一個更資深的玩家 對這些有更多的研究的話 歡迎在下面留言補充我講錯 或者沒有講到的地方 那在了解位置意識以前 我先簡單幫大家複習一下 關於馬娘賽道的一些基礎資訊 馬娘的賽道總共會分成 續盤中盤跟尾盤三個階段 他們會分別佔據賽程的 六分之一六分之三跟六分之二 在沒有任何位置影響的情況下 馬娘都會以一倍的速度 完成全程的賽程 我們稱這個叫做通常模式 不過在位置意識的作用下 不同的跑法在競賽的中期以前 都會受到這個位置意識的影響 而採用不同的速度去進行這個賽程 領頭馬會因為位置意識的關係 而傾向保持在第一名 或者隊伍的前列 其他作戰的馬則會有意識的 跟目前維持在第一名的馬娘 拉開一些距離 那像這邊 一論上我用了速度就只有80級的 大和去跑比賽 怎麼樣跑都不太可能想像 他在一開始會保持在領先的位置 但是參與這一次比賽的馬娘中 就只有大和這一隻馬是跑領頭的 所以神奇的事情發生了 即便場上有一些 其他馬娘的速度有達到1000多 但是他們在競賽的前期 中期 仍然是跑在我的速度 就只有80級的大和的後面 前列馬雖然有時候可以超到第一名 但是很快的 他又會再度放回他的速度 維持在我的領頭大和的後面 當然如果在一局的比賽裡面 一隻領頭馬都沒有的話 就會以最快的前列馬作為標杆 追蹤後追的馬 一樣會有意識的 保持跟第一名馬娘之間的一個距離 那位置意識的效果 會一直作用到競賽的中盤 跑完超過一半的中盤之後 位置意識的效果才會結束 這時候後面的其他馬娘解放了他的速度 我一直維持在第一名的大和會 瞬間就被其他馬娘給超過去 相反的 假如說在一場比賽裡面有 非常多的領頭馬 那其他 居中或者後追的馬 就會比較容易進入 提速模式 去追趕前方的領頭馬 避免自己被拉開太多差距 那這邊先講 位置意識的第一個重點 位置意識會作用在一場比賽的 前十二分之五的位置 也就是中盤 一半以前的所有位置都會受 位置意識所影響 領頭馬在位置意識的作用下 會持續的想要位置領先 居中 後追馬 受位置意識的影響 則會持續的保持在隊伍的後段 那影響是什麼呢 假如說我的居中後追馬 有一堆在位置意識作用範圍下 開啟的速度技能 就算開到了技能 也會因為位置意識的關係 最後被拉回人來的位置 所以你可能有聽過 居中後追去用打好基礎 讓自己一開始衝到隊伍的前列 效果 幫助不大 因為他很有可能會因為位置意識的關係 馬上又被拉回到原本 比較靠後的位置 相反的領頭 或者少數情況的前列馬 去使用打好基礎 在開場維持的領先 卻能夠一直保持住 因為他並不會因為位置意識的關係 而被拉到隊伍的後方 那既然領頭可以一直維持在對列的前方 我們何不大家就通通去選用領頭的跑法 這樣不是一定 比較有優勢可以跑贏比賽嗎 那這個遊戲裡面選用不同的跑法 是對應到不同的速度係數 以及耐力消耗的係數的 領頭在遊戲的前期擁有比較快的速度 更是相對的在遊戲的後期 會擁有比較慢的速度 而其他馬娘則會因為位置意識的關係 有意的跟領頭保持一段距離 但也不會落後到太多 那這邊可以簡單理解成在位置意識 結束以前 所有馬娘能夠達到的速度上限 是以領頭馬或者第一名為主 那在這段期間 假如說你是前列追蹤或者後追的馬 開到技能之後可以短暫的打破這個上限 追過領頭馬 但是你馬上又會因為位置意識的關係 慢慢入後回他應該保持的位置 所以我們前面有說在位置意識結束 以前開到的技能效果都不是特別大 但第二個重點就是 如果領頭馬跑得夠快的話 遊戲就會進入高速模式 領頭馬太慢的話 遊戲則會進入低速模式 這個應該不難想像吧 因為領頭馬會決定這場比賽的走勢嗎 像我現在這場比賽 領頭馬跑得非常非常慢 所以我其他前列追蹤後追的馬 跑的也會相對的比較慢一點 在低速環境下 大家都可以跟上領頭馬所帶的節奏 所以這邊比拼的就是 在遊戲的尾盤 誰能夠爆發出最快的速度 那這種情況通常就是 追蹤後追這種在尾盤 速度系數比較高的馬會比較有力 相反的假如說你的領頭馬 比你的追蹤後追馬 要快很多的話 你的居中後追馬為了跟上領頭的進度 常常就會出現暴衝 多消耗非常多耐力的情況 那相較於低速比賽 在高速比賽中會比較看重 在遊戲位置一時結束之後的 中盤這段期間 能夠開到的速度類技能 對居中後追馬 而言能夠縮小多少理線 進入尾盤是很重要的 對領頭馬而言則是 要能夠在進入尾盤以前 拉開多少的領先 領頭 前列雖然進入尾盤的速度系數沒有 居中 後追來的高 但是因為他們 一開始就已經維持了一定程度的領先 也比較早進入加速段 所以很多時候 其實因為前面累積的位置差異 就已經決定好了勝負 好那最後我們再回到 賽道的初期 位置意識的關係 究竟是如何決定 誰跑在前面 誰跑在後面 為什麼你有時候會聽到 出戰單領頭不如出戰雙領頭呢 究竟雙領頭跟單領頭的差別是什麼 在前面一些簡單的講解之後 大家可能已經稍微理解 一場比賽的節奏快慢 會由最快的領頭或者最快的先行假如說沒有領頭的話 來去做決定 那每一種角質的馬 除了以正常的模式一倍速跑以外 另外也有機會因為位置意識的關係 而切換出不同的模式 對領頭而言他能夠切換出的模式是 提速模式 還有超車模式 那怎麼樣進入這些模式呢 首先 提速模式進去的條件是 假如自身跑到了第一名 而且後面有一隻馬 跟自己這個第一名的馬相距只有4.5公尺內 依照領頭馬本身的智力 有機會可以觸發出這個提速模式 持續時間會是比賽的 1 4分之1 但是假如說 後方馬娘跟你的差距大於4.5公尺的話 就會提早結束這個提速模式 那如果你不是跑在第一名的領頭馬 你有機會可以觸發一個速度更快的超車模式 超車模式的觸發條件 要比提速模式寬鬆一點 我同樣也是根據智力 來去觸發 那這個提速模式跟超車模式 就是為什麼 我們會出戰 雙領頭的原因 如果只有你一隻馬的情況下 你很難不是第一名 就幾乎不會觸發到超車模式 只有一隻領頭馬的情況下 你也比較容易跟後面的前列馬拉開距離 所以同樣的也不是特別好觸發提速模式 然後也不要小看位置意識提供的提速 這些數值看上去雖然比較小 但是通過位置意識可以獲得的速度提升 是比速度技能要強很多的 因為他這個的倍率是根據基礎的速度數值 去做沉疊上去的 好那講完領頭之後 接著是前列居中跟後追的馬 他們同樣也有兩種不同的模式 分別是放緩模式跟加快節奏的模式 放緩模式就是為了避免前列居中後追的馬 去超車領頭的馬 所以如果他們縮短跟領頭的差距的時候 就必定會觸發這個放緩模式 讓他們的速度降下來 相反的如果被領頭的馬拉開 非常多的差距的話 則跟領頭一樣有機會進入提速模式 用1.04倍的速度去跑比賽 那這個提速模式觸發的機率仍然是受 支零影響 不過觸發的機率會比領頭低上不少 那簡單說一下結論 假如說只有一隻領頭馬的情況下 那隻馬比較難進入超車或者提速模式 領頭馬跑不快的情況下 比賽節奏就會比較慢 後面的前列居中後追馬 因為前面的領頭馬跑得比較慢 所以就比較容易進入放緩模式 領頭在位置一時結束之後 很容易會被前列馬給反超 在進入比賽的尾盤之後 居中後追馬則又會因為他們的速度系數 而比領頭前列有更大的優勢 再來有複數領頭馬的情況下 因為領頭馬會互相競爭 所以比較容易進入超車跟提速的模式 領頭馬跑得快 前列居中後追也更容易進到加快節奏的模式 但因為他們的觸發係數比領頭要低一點 所以在前期領頭能夠拉開的差距 比較大的話 在後期居中後追的馬是比較難翻盤的 但是假如說比賽中出現了第三第四隻領頭 這隻領頭被拉開到10公尺以上的差距的話 他沒有辦法進入超車模式 前列居中後追馬也不會以這個比較慢的領頭 為基準 所以他後面幾乎就沒有翻盤的可能了 最後一場比賽中假如說沒有領頭馬的話 速度最快 搶佔第一名的前列馬 這個時候他不會進入放緩模式 但跟他差距過近的其他馬娘 像是可能有其他前列馬 就會因為位置過近而進入放緩模式 所以這隻前列馬在這個比賽中 也會有非常大的優勢 好那我們就簡單聊完位置意識 接著來聊一下 位置意識對這次大賽 陣容構築可能會有的一些影響 剛剛有提到 位置意識可能會帶領這個比賽的節奏 走向高速或者低速化 每場比賽 玩家總共會出戰三隻馬娘 遇上其他玩家的三隻馬娘 總共九隻馬娘 我們可以先想 其他兩家的六隻馬娘 究竟會出戰一些什麼馬娘 那沒有頭緒沒關係 我們只要到自訂配對在這邊 去參加看看別人舉辦的比賽 大概就知道其他人可能會出戰的馬娘是些什麼馬娘 如果在這邊看到很多其他玩家也有使用領頭碼 你自己也想用領頭碼的話 就可能可以不需要用到兩隻領頭碼 相反的假如說看到其他玩家都沒有用領頭碼 你想出戰領頭碼的話 就建議你用兩隻領頭碼 或者假如說你不想要用領頭碼的話 在一個比較慢速沒有領頭的環境下 一隻最強的前列馬可以搶佔第一的位置 帶領比賽節奏 會有比較大的優勢 追蹤後追馬在中長距離賽道 速度系數比較高 自然也會比那些沒有辦法拉開距離的領頭 前列有更大的優勢 那單純就我現在觀察到的環境的話 看到比較多的玩家是以 一隻前列一隻後追跟一隻干擾馬為主 那如果大家都是以這種陣容去出戰的話 整體的環境就會偏比較低速 強到第一名的前列跟能夠在競賽尾盤 發揮出比較多速度效果的居中後追馬 則會有比較大的優勢 相反的假如說你不希望環境裡面的居中後追馬太過強勢 可以自己帶上兩隻領頭碼 也有兩隻領頭碼的情況下你的競爭環境可能就會比較高速 那居中後追馬距離領頭的位置也會比較遠 也會適當降低居中後追的強度 當然你也可以在低速環境下 就攜帶自己的後追馬跟別人的後追馬去比拼誰比較厲害 那希望這部影片可以先簡單幫助大家了解一下 未知意識對比賽可能會有的一些影響 那後期未知意識在一周年之後會有一些更新 同時也會再推出這種叫做大頭的模式 那關於大頭或者大幅領先這種跑法可能就等到他要推出之後再做影片講解 這部影片就先聊到這邊 那影片內容是查了蠻多日服相關資料 再把這些資料稍微經過我自己的修飾 簡化變得可能比較容易懂之後 再跟大家解釋的 如果哪裡有缺漏或者 有什麼你想補充的話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影片製作不易看完喜歡的話 千萬不要忘記點贊訂閱 我是達爾 我們下部影片見 大家拜拜 拜拜